也是个最新的车会讯息 国道三号南投路段因为下大雨 有一辆次小客车因为没有减速慢行 竟然打滑撞上了护栏 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当惊险的画面 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路面积水 这辆白色的小客车轮胎抓地力不够 打几水漂突然失控 先冲撞了右侧护栏之后 在甩尾到左侧的中央分隔岛 整辆车还弹跳起来 而后方的车辆因为闪避不及被擦撞 所幸当时只有两辆车的驾驶受到轻伤 警方也再次的呼吁在雨中行车 真的是要减低车速 避免打滑发生意外